北京九仙桥七九八艺术区内的这座写字楼 是何善恒的办公室 这位出生在香港的八零后 来内地发展已有八年 作为WE家联合办公空间的创始人之一 何善恒推出了一种 比较新颖的理念 面向小微型创业企业 提供联合办公空间 现在WE家的布局 已经是根据高铁来走 很多人会看 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地方 几乎都是有高铁站 哪怕我们进去省会城市 或者二线的城市 我们要考虑到是 我们在我们那个省会城市 是否有高铁的网络能连接到的 由于业务关系 何善恒经常奔波于国内各大城市之间 以前出行大多依赖飞机 但现在高铁成了它最主要的选择 平稳舒适的高铁列车 不但让它能够快速往返于各大城市之间 也成了它的移动办公室 全国走来走去的时候 我就很习惯在在我交通里边的时候尝试办公 但是我发现最高效的办公还是在高铁 在长三角 珠三角 这些城市密集的经济区内 高铁无疑是穿梭于各个城市间 最便捷 最理想的交通工具 正是借助高铁 何善恒的业务效率大大提升 在没有高铁之前 可能是个两天的事 但是我龙说了 在一天里面在三个城市出现 这对我们的企业的发展 是代表三倍的速度 自从2013年以来 它已在国内将联合办公空间 扩展到十几处 总面积超过两万平方米 我们在上海 然后就在林波 苏州 杭州 几乎一条高铁线 我们就能打通了 这样子对我来说 对我们的人员的管理半径来说 是减低了很多 以前你想想 你说你要在苏州跟杭州 你的管理半径 也是非常非常吃力 现在我们去苏州 可能就半个小时 我去杭州 可能就一个多小时 人一生 至少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工作上 这是何善恒 常说的一句话 在他看来 高铁不仅提供了一种 新的交通方式 也提供了一种 有品味的工作方式 以上海为核心 以南京 杭州 合肥等城市 为区域中心的 长三角地区 以形成 世界第六大城市区 也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 经济最发达 城市最密集的区域 正是在这一区域内 沪宁高铁 沪航高铁 宁航高铁 航永高铁 航长高铁 和和福高铁 构筑起 网状的快速客用网络 推动着 长三角城市群的 一体化进程 有了一半小时后 一般这种城市 可以控制了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之内 这时候呢 城市间的出行时间 和城市内的 那种公交的出行时间 实际上已经 差不太多了 甚至有可能比 城市内的出行 更加便捷 这样就形成一个城市圈 就真正的把这个 大城市 以及大城市 都夺的一些 卫星城市 就给它整合在一起了 形成了这么一个 城市圈的一种结构 那上海的话 周边的昆山呀 苏州啊 这种城市 现在基本就是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一个小时的距离 那么有很多人呢 就住在昆山 然后工作来 工作呢 在上海 全长八百五十公里的 河肥至福州高速铁路 跨越了 晚干禀三省 贯穿了 黄山 路远 三青山 武夷山等 诸多风景名胜区 被誉为 中国最美的高铁 河肥高铁开通后 河肥到福州的 列车运行时间 由原来的八小时 减少到四小时 当你把这个高铁开通之后 旅客在路上的时间 在这个路上的时间 就变得很少 他用来旅行的时间 就确实就增加了很多 他的旅游体验 他旅游过程中的 这种紧张感 都弱化了 体验提升了 那对这种旅游的品质 它也有一个 非常好的提高效果 在北京南站 每隔几分钟 就会有一趟高铁列车开出 高速铁路 采用高密度公交化开行方式 在中心城市工作的人 不必要 一定要住在中心城区 来承受高房价 交通拥堵 等等各方面的压力 他可以通过高铁的线街 可以在中心城市周边的城市 来居住 然后在中心城市工作 那么也就使得他这样 这样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这种两地化 有了一个快速交通支撑 对他的工作质量也好 对他的生活质量也好 就都有一个改进 平稳舒适 安全可靠 运能充足 方便快捷的高速铁路 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 提升了人们的出行品质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城市化竞争 高速铁路 创造着巨大的社会效应 高速铁路 不仅给生活在城里的人们带来便利 也给遥远偏僻的山寨带来改变 有这个机会 看苗族的那么漂亮的衣服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非常感谢 正是高铁 让欧东花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人 有了更多的机会 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欧东花是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的 苗秀手工艺传承人 这天 他来到自治州的首府凯里市 在集市上挑选最新的刺绣样品 从八岁时跟随祖母母亲学习刺绣开始 至今 他从事这一代代相传的古老记忆 已有三十六年 就像闭塞的山寨一样 刺绣 银饰品 这些苗族和洞族的传统手工艺 以前被埋没在连绵无尽的群身身处 他们当时他们来我们地方的时候收藏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说 哎呀你们做小说明出色的东西 太棒太棒了 真的挺好看 他们就说这样 他们就来我们当地吧 都是一家一家一家一户都 运运运手 随着欧东花渐渐成为一名 被外界认可与肯定的苗族手工艺大师 他意识到这一民族工艺独特的艺术价值 决心让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走出大山 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然而 要将苗族推销到广州等大都市 交通是个很大的问题 在普苏列车时代 从贵阳到广州 不但要倒车换乘 旅途时间也长达二十多个小时 那段经历给欧东花留下深刻的记忆 人又多车又少 都是你订了个车费都好多天才 得了个车费 得了就没注意 以前都是情是账的 改变 来自2014年12月建成通车的贵阳至广州高速铁路 它以250公里的运行时速 将两地间的旅行时间大幅压缩到四个多小时 凯里也设立了高铁站 现在去广州变得清新而泣 你好你好 你好 很辛苦了 随着欧东花越来越频繁的进出广州 越来越多的苗绣制品 也出现在那里的各种展位上 你看 你看做衣服 也是后面还有 我们搞这种衣服 有很特别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 以前吧 我去一下前东南 我得坐火车 坐完火车 坐公交车 甚至有时候会坐马车 还有时候会坐飞机 各种交通工具 那现在我去一趟前东南 我就只需要坐高铁就可以了 真的很便捷 那很开心你了 你们还是合作啊 现在要对我煮三串鱼 好的好的 没问题 家乡与外界的联系 变得日益便捷和紧密 欧东花也有了新的魔法 他和丈夫筹资建起了一座民族博物馆 向乘坐高铁前来苗寨的四方游客 展示和宣传民族传统文化 随着贵广高铁 护坤高铁 上海至贵州东段相继开通 贵州也从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内陆地区 转身成为具有全球事业的开放省份 从我们家乡到贵州了 经过十多小时的门 太累了 然后如果是以后 那就是高铁捡起来了 会更好 我们就路途这些沟通 在贵州里面会更好 更方便 高铁连通的经济发达 和经济欠发达地区